最近知道榴槤實在太多品種了 有一種叫名種 可能膽味沒那麼重口味 這隻是入門 這隻已經是入門了? 我真的想說它真的會彈 榴槤通常有一堆你不懂形容的味道 B24的山頂版 平時那些就不是山頂版 但味道上跟平地有什麼不同? 不知道 他說因為山頂的天氣比較冷 就是涼一點 所以他說這隻會有酒味 童頸? 我只知道這個拿上手已經很明顯是軟 我吃到一股酒味了 有點像酒味 什麼酒? 我比較少喝酒不是我清楚 你少喝酒? 對 我覺得有點像Sake 清酒煮蜆的清酒味 我不喜歡太軟 我自己比較喜歡堅挺 好像我一樣 我沒有踢到你 你為什麼要說自己 我很喜歡吃 我選擇 有些人很怕這麼久 如果比較這個和剛才的金包 我比較喜歡金包 無論質感和味道 這隻的而且是有之前三個都沒有的 有少許酒味 金 應該是說金味 為什麼吃得這麼快? 我那隻比你小 是嗎? 你好像已經要吃過核 你當然要來 大家大哥就是 貓山王 D197 剛才每一隻都有一個單純少少的味道 但是 嘩 這隻貓山王 是會吃下去 黃金的色 黃金的色 吃下去是會有很多不同層次的味道 還有 這個是老鼠貓山王 對 那些味道不同 有少少像其他生果的味 平時我不吃得吃 因為外面的貓山王很貴 我好像是第一次真的吃貓山王 那那些什麼? 月餅那些? 月餅那些? 其實它寫貓山王 但是我覺得不太能吃到的分別 它是臨心 還有呢 我不知道我聯想到的是 抗麵包 你想像你好好 讓我再聯想一下 就是 焗麵包 有一種麵包的香味 你說是不是很濃呢? 好濃 我以為放到最後就 或者是很濃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種清香在裡面 嗯 就是它是有一種 不知清清的香味出來 就是譬如我想榴槤 就是大家都會一致 既知藥臭的 反而最後這個貓山王 是有一種 我覺得是清香 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是特別扁的 老闆剛才教我 月餅的貓山王就越複雜 五年 它說五年多一種味 嘩 就是如果一棵樹 它多多五年 就會多多一種味 對呀 我就是覺得那些味道很複雜 做人都是這樣 嗯 嗯 那我第二種喜歡哪一種 金包 我還是回去金包 嗯 我猜到 我都是編號頭三隻多些 很多人喜歡貓山王 喂 你剛才第一隻已經覺得很濃味 就是你未 你未是 走進去馬來西亞種的榴槤 你選一隻 你沒有選一隻 我選金包 嗯 好難選 我可能選長餅 你選長餅 對 做什麼 你喜歡堅挺 做什麼 喜歡長餅 明白了 長 長餅 沒事了 拜拜 謝我 拜拜 拜拜 拜拜